人生就是这样 你一不小心 就变成这样了 一路随行 安全最重要 且行且珍惜 当铁路火车撞到他以后停下来了 我们了解的是他到火车上去拍视频 因为他在火车上走的时候 看到有一个狗被火车压死 然后他突发气象 然后想拍一个铁路安全 警示教育的视频 他应该是发朋友圈的 没多久 你看视频里面他还在玩手机 这个人是27岁 他上班那个沙场就在铁路边上 他们可能觉得无聊 然后到铁路上就玩玩手机